遵從軍事化的管理 創造鐵的紀律 打造最強的王國 我是K6 MEMON 新莊王 講錯台詞是不是 不好意思 再一次 大家好我是JOMEN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一款非常特別的手機遊戲 艾瓦貝爾 盛進 那這款遊戲是非常特別的手機MMORPG的遊戲 非常的好玩 絕對不是因為它在讀曲圖上面有大奶妹 我才去下載 這兩年來市面上其實有蠻多的MMORPG類型的手機遊戲 但許多都簡化到自動打怪跟自動導航 雖然方便但卻少了一些傳統線上遊戲的體補位 而艾瓦貝爾盛進在這一點就做得很好 首先以操作來說 光是基本操作就分成了普攻 迴避跟跳 再加上方向界的移動 玩家可以做出不少的操作變化 也可以用這些操作來躲避掉不少範圍型的怪物攻擊 而除了基本操作外 這個遊戲依照不同的職業它有大量的技能 由於經驗值有限我們只能選幾種來練 所以玩家要自己抉擇 不同的技能它的施放範圍不一樣 例如我現在第一招施放的疾風刀士 它的攻擊範圍是自身的圓形並且帶有往前衛的特性 而第二招的迅雷刀士它是先往右前揮擊後再往左前 最後一招的首相披靡就只是比較簡單的 單純原地的範圍傷害 所以玩家要記清楚不同的技能的攻擊特性 然後在戰鬥當中才發揮最大的效益 好了結束完基本攻擊跟這個技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上戰場囉 我們要來挑戰的是 我之前在這個遊戲的 失地平原的六樓 很常被秒殺 很常秒殺我的一隻王 那這個遊戲早期就可以打到一些 長得非常魁梧的王 那這一隻叫做 伊庫布利斯 我唸錯 伊庫...啊講錯了 伊庫利布斯 伊庫利布斯喔 那這是一隻浮在空中的大魚 非常的痛喔 我現在29等血量大概1000出頭 然後呢它只要全力攻擊 不小心掃到我一下你看 1400滴我就死掉了 但沒關係 我們有奇蹟之水 可以復活 復活了復活了 好復活了喔 那我們還是盡量的 要用這個躲避 就是右下角的那個RAW 去閃躲它 那它會不斷的放一些AOE 那它的一些範圍攻擊呢 呃... 有的時候打到一下是600多滴血 就大概半條血 被打到要馬上喝水齁 那你看好像被打到大概一下又殘血 就盡量在尾巴還有騎的旁邊打它 那老實說我自己的輸出是不太夠的 那剛好現在呢 呃...這是一個MMORPG嘛 顧名思義是多人的遊戲 所以剛好有其他中高階的玩家在幫打 所以呢我就在旁邊跟著打就對了 那想辦法離遠一點點齁 那...它因為很大隻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招式只要在附近放 都蠻有機會打到它 都可以打到一些輸出啦 我的打...我打的輸出大概是... 大家看那個白字齁 我的那個輸出大概一兩百滴是我打的啦 七八百滴是...路人打的 啊...七八百滴是路人打的 那它會放這種你看 大範圍的橫衝直撞 所以其實這是蠻過癮的一點 我覺得玩MMORPG最過癮的就是 不管跟不認識的路人也好 或是跟認識的人也好 去推那種副本裡面的網 或是推一些...很難推掉的網 然後就...有的時候用語音溝通啊 有的時候用默契啊 感覺還不錯 那後來我就比較上手 你看喔一個左閃 嘿! 嘿! 左閃 嘿嘿嘿嘿 它是一個垂直的直衝欸 有點猛 我這邊還是要小心一點喔 呃...我的裝備沒有特別好 我的武器有... 我的武器有用課金買新手的武器 但是這邊...啊!打倒了! 打倒伊庫莉布斯 我們還拿到一個成就 還不錯還不錯 這個遊戲我很喜歡的另外一點呢 是它的紫娃娃系統很細膩喔 你看我右手拿小劍 左手拿小槍 頭戴安全帽 上戰場去殺敵喔 那...大家可能很納悶說 那你右手拿劍 左手拿槍是要怎麼戰鬥 你看喔 它是右手砍兩下 左手彷一下喔 所以其實它真的有配合 我拿的武器 這個細節我覺得做得很好喔 以上是這一次的艾瓦貝爾盛進的介紹 大家如果喜歡MMORPG 又喜歡日式的風格 然後又想要在手機上體驗 以前傳統的那種感覺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次的艾瓦貝爾盛進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在iOS跟安卓上面 都已經開放下載了 大家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記得去體驗看看 以上是本次的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一個讚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